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最近的俄乌局势非常紧张 似乎已经到了开战的边缘 有消息说 16号就是俄罗斯袭击的时间 乌克兰的富豪是集体逃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得不站出来喊出了 孙楠当年喊的话 你快回来 这开战的消息到底是从何而来 美国持续的煽风点火 欧洲忙着灭火 背后都有些什么考量呢 咱们今天就好好的摆着摆着 话不多说 点赞加关注 马上就嗷嗷狠的起航 我们曾经讲过一战二战 也讲过三战 就拿最近的二战而言 从日本的1931年的918入侵中华 亚洲就已经开始了序幕 而德国八年之后 占领了波兰 正式打响了欧洲的战局 当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作为周星国开始疯狂的掠夺和侵略 也是小筋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也上演着复杂多变的状况 还有江湖传说的中间挑衅 说是啊 美国就是差一点左手拉着右手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乌克兰 嘴里一直喊着打呀打呀你们俩赶快打呀 这可是热战 看热闹的真的不怕事儿大 对比美国 俄罗斯虚虚实实开始必要为紧张的局势降温 昨天最新的一则消息 普京表态了 同意继续遵循着外交的道路去努力 2月15日周二 我们看一看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说是在军事演习结束之后 俄罗斯已经将部分的军队送回了基地 暗示着乌克兰东部边境的军事集结 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缓和 基辅方面表示 现在判断这是否意味着危机有所缓和还为时过早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勒巴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只有亲眼所见我们才会相信 如果我们看到撤军了 我们会相信局势有所缓和 任何的撤走的部队都可以迅速的返回 而也有不同的报道称 连库存的血液都运送到前线 那么说到这里 是什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迅速的僵化呢 想要弄清这个矛盾 就一定要了解这个两个国家多年来的恩怨情仇史 咱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 首先 先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怨恨 第一个时期 基辅罗斯的冠名权中的不符史 发生在九到十三世纪 乌克兰与俄罗斯虽然同属于东斯拉夫 但是乌克兰自认为是基辅罗斯的拥有者 而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或者是白俄罗斯 都不过是昔日的穷亲戚 当基辅罗斯在整个的东欧呼风唤雨的时候 俄罗斯不过就是偏居一域的小山村 然而话锋从蒙古火烧基辅城之后 就开始慢慢改变了 基辅城被摧毁 基辅罗斯被成吉斯汉给打没了 在乌克兰 哥萨克还在为抵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 缩一结石欧心力血的煎熬的时候 莫斯科国已经是不声不响的发展壮大起来了 再加上东正教中忠心向莫斯科的东仪 更加给莫斯科披上了正统的外衣 乌克兰一个曾经的朝圣地 自然是心生怨念不愿臣服 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乌克兰被俄吞并的伤心史 那是在17到19世纪 后来乌克兰的哥萨克再遭遇到克里米亚达旦 这个猪队友的插道之后 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投靠了莫斯科以抵抗波兰人 这就是1654年的佩里亚斯拉夫条约 两国结盟 本以为伪身于人已经是很委屈了 谁想到莫斯科和波兰人打了几年就不打了 两国还沿着地涅伯河瓜分了乌克兰的领土 1667年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签订之后 蒂涅伯河左岸就成了俄罗斯的自留地了 俄乌连联盟都不是了 后来在俄罗斯的帝国境内 包括原属于乌克兰境内 仅止出版乌语的书籍 中学大学仅止教授说 乌克兰语乌克兰著名的诗人 塔拉斯舍普琴科 就是这个时代极为活跃的一个人 尽管已经是足够让人伤悲 但是乌克兰的伤心史 远远没有就此结束 波兰立陶宛联邦花谢之后 被波兰人原本占领的部分领土 并没有回归乌克兰 而是一大部分 成了奥地利帝国碗里的一块 颤颤巍巍的红烧肉 遗憾的是 一战时 俄国和奥地利帝国是敌国 于是乌克兰人 又不得不面对自己打自己人的尴尬境地 那么再看第三个时期 苏联时期 乌克兰的悲催事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后期 一战之后 乌克兰在1917年 1918年先后成立了自己的立法组织 中央委员会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原本想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是这时俄国打起了内战 又把乌克兰给拉了进来 可是被苏联人硬是拉了进来的 苏联阵营之后 然后乌克兰就迎来了1932年到1933年的 大饥荒 1937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 1986年的 大家都知道的 切尔诺贝利 何报是故 可以说乌克兰把对莫斯科国 俄罗斯帝国 苏联的怨恨全部都投射到了 现在的俄罗斯的身上 第四个时期 乌克兰西部的血泪史 那就是20世纪的中后期 有人好奇 为什么西部人那么的亲欧 对俄如此的不满 难道是因为西部靠近西欧的缘故吗 其实远远不止如此 一战中的西部 就是在奥地利帝国的指挥之下 同俄罗斯人打 二战又因为随着希特勒组织游击队 对苏联军队进行破坏 苏联人在40年代初 对乌克兰西部的镇压 简直是不要不要的那个太狠了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1991年 乌克兰终于独立建国 西部自然再不想受到俄罗斯的控制 尤其是以前的邻居 波兰都加入到了富裕的 欧盟乌克兰一部分人也萌生了这个小念头 然而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几百年 怎么可能让其轻易的出走呢 于是经济上停气 政治上军事上 克里米亚也好 顿巴斯也好 各种欺负 简直就成了学校里的被霸凌 谁是乌克兰 恐怕都会自己躲在房间里 自己哭 另一方面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一边怼着你 还对你不满意的态度 也有一地鸡毛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国家威严问题 俄罗斯认为 其实基辅罗斯的母国 毕竟都是从 琉里克王朝家族里出来混的 俄是基辅罗斯的宗主 而乌克兰在被蒙古大汉 成吉斯汉打败之后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这竟然甩锅都甩给成吉斯汉了 都是大汉惹的祸 没听说 近日的俄罗斯的政客就是这么说的 乌克兰从蒙古占领之后 那个时候起就不再是一个国家 只是一个民族 如俄罗斯也是一个民族一样 所以小俄罗斯的说法 就是这样 先接上了 直到苏联解体 俄罗斯也把乌克兰当成是小妾一样的 结果俄罗斯觉得 我给你便宜的天然气 给你侨汇 给你输送电能 给你原料市场 给你豪车 给你豪宅 你竟然和外人勾搭到一起 这涉及到老大在其他的小弟面前 会失去违信的问题 那再看第二个原因 地缘政治带来的实际威胁 乌克兰的五妹娘的心思 惹恼了俄罗斯 他竟然和西方没来眼去的勾搭在一起的异味正浓 武大郎都咽不下这个气 普大帝 能咽得下去吗 失去了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就失去了西进的最佳的渠道和防守的最佳的纵深天然屏障 更意味着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俄罗斯的包围圈将会越来越紧也是越来越小 更是让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无处安放 憋气加卡布 就有一种叫做被烤成的勾帮子烧鸡的味道 那必须要从这丰满流油的味道中咬掉一块肉才行 我想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那句被普大帝经常引用的名言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他说俄国只有两个盟友 陆军和海军 这一切直接威胁到了老大的安全和发展 这是其无论如何普大帝都不能接受的 因此在2014年乌克兰政变之后 俄罗斯自敢无力再控制乌克兰上层的政权 于是怎么样啊 占领了克雷米亚 并且利用顿巴斯地区开始和乌克兰人讨价还价 以争取重新获得美人归 于是就泡妞似的一直连连到21世纪的今天 俄罗斯很典型的江湖汉子表示 大蛤蟆头一叼 彩礼都给了 不加也得加 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两国的矛盾早已经从历史的恩怨 转为了更为现实的利益冲突 乌克兰要发展希望能够投靠欧盟 以过上一个幸福的小日子 磅身于北约以求安全 但是这毫无疑问的在俄面前是行不通的呀 俄当然希望乌回到自己的怀抱 但是眼看这种情况 短期已经无法实现形势逼人呢 如果乌真的和人跑了 那可怎么办 所以就开始来硬的了 甚至有一种我得不到 也不能让别人得到的架势 于是就成了今天的吓人的局面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两个旧日的东斯拉夫的小情侣 还将继续这样的相爱相杀的纠缠下去 飘哥想说的是 如果和平是湛蓝的天空 那么战争就是欲望和贪婪 释放出的惨无人道的黑烟 这种三角关系引起的悲剧 在人间还少吗 这对情侣 何时能够回到泰坦尼克号的传弦上 再一次的展示 甲板的飞翔的那种亲和意境呢 需要的就是大国的智慧 和人类的智慧